大家好,我是方方土,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二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我先给新手朋友们介绍一个 可以用来锻炼自己阅读K线能力的这样一个复盘的训练 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打开当天的日内的5分钟K线 然后捷径你自己的所能,把你所有绘的形态,结构,绘的东西全部给他画上 然后标注你认为合理的买卖点,信号K入场点 然后呢,目标位怎么去找measure move啊等等的 或者你按照这个盈亏比来计算 然后尽量写的详细一点,每一根K线尽量是能够越详细越好 自己画完之后呢,我们打开爷爷的这个网站Brooks Trading Course 点开博客这一栏 然后点开e-mini的他这个每天的文章的页面 然后albrooks他每天在加州时间的晚上 也就是对于美国东部或者中部时间就已经是深更半夜了 所以我一般都是第二天起床 打开爷爷所画的这样的一个复盘的图 对比自己来找一下哪里是和他一样 然后哪里可能没有画到是比较欠缺的 那么今天的还没有上传 我们就以昨天的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Wedge,这里的Parabolic Wedge, Cell Climax 这里的上升的这个抛物线我都又是画到了 那么这里的Ii,这里两个Ii,包括这是区间下沿对吧 是什么双底啊,双顶等等的 那么我可能唯一我没有画到的就是这里有一个三角形 这个收敛三角形是我没有注意到的 也确实我在平时的石盘过程中也经常容易忽略这个三角形 那么这就是我自己可能需要去多加注意的地方 其他就没什么问题 所以通过这样的训练你可以更加的熟悉K线图 然后也能够帮助你更快的找到 在石盘中找到这个交易的机会 但是我们说这个毕竟是一个上帝视角 也就是你已经看到了K线图的全貌 那么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机会 它其实是合理的 只不过它失败了对不对 但是很有可能我们石盘中会去这样做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结果了之后 我们就好像复盘的时候就容易把它忽略 但其实我们石盘中很有可能去尝试这样的机会 然后止损 所以尽可能的第一个就是要以客观的视角去分析 不管这个机会有没有成功把它画上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训练是一个基础的训练 因为你已经看到了整张K线图的全貌 和你在石盘中看着它这个K线一个tick 它这样一个tick的跳动 包括去等待这个五分钟K线的收盘 你的心情 你的脑子里面想的东西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它是一个基础的训练 然后但是我们说就是假如说这张完整的图摆在你的面前 都不能够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状况的话 那么可能在石盘中稳定盈利的概率就非常小了 对不对 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去做这样一个训练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每天也是在画这个这个图 然后这也是我每天上传到那个YouTube社区的这个图 希望大家可以参考 然后也可以尝试去训练一下 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复盘 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在昨天的视频结尾我就讲了 这个已经很多天了 在这个震荡区间里面 那么大概率是在未来不久 就会进行一个突破 所以当我看到今天的第一根K线 它是有一个跳空低开 然后收了一个体积不错 而且收在比较低的位置下 那个阴线的时候 我认为它有可能会突破成功 所以我是非常罕见的 我就直接在尝试去做趋势了 我就在第一根K线的下方一个Tick 去挂单去做空 那么我一直其实讲的是 这个开盘的前6到12根K线 对吧 80%的概率都是一个震荡区间 但是就是我是推荐大家 不要急着去做 但是今天我自己也是非常罕见的 去尝试了去拿波段 也就是因为我是这样 这样做的一个分析 我认为今天有可能会有 一个比较大的波段的行情 所以在这个第二根K线就成交了 但是第二根K线收的不是很好 它虽然是阴线 也就是达到了我们所说的 跟随K线的最小要求 对吧 最小要求是一个十字星 或者是一个小阴线 它不能是一个阳线 尽管它有一个下阴线 收的比较长 尽管它有重叠部分 但是我们说它勉勉强强 达到了一个最低的要求 所以还是可以继续持有 看到第三根K线又是体积非常大 而且收在比较低的位置 那么我认为 这个时候它向下突破的 可能性就比较的高了 很有可能 我可以抓到一个向下的波段 但是非常可惜呢 第四根K线是一个 一度是一个很大的大阳线 但是后来它没有收在最高 但是也收在一半以上 那么我们看二三四 它还是完全重叠在一起 所以这个时候就知道 它还是一个震荡 对不对 没有一个一开盘 没有如愿 能够拿到开盘的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在第五根的这个 但是我没有离场 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 这个连续三根一线 它大概率会有一个小的 这个second lap down 所以我还是没有必要 召集的离场 我大概率还是能够小赚一些的 所以我在 第三根K线的这个收盘价的地方 我是只赢了一半 可以看到这里是一部分被我只赢了 然后是剩下一部分呢 它如果后面继续有跟随的阴线 连续的阴线向下 那么我就可以持有 但是假如说我们看这里重叠度这么高 它是震荡的话 那么我有一半已经是给我赚到了 对吧 那剩下一半最差也是打平或者怎么样 所以就没有关系 然后看到第六根K线 它不是它没有能够收一个阴线 而是收了一个小阳线 那么这里其实是一个bad follow through 大阴线大阳线大阴线小阳线 所以跟随非常的差 而且这里已经有三推了 一反弹二反弹三 所以它已经是第三次向下推动了 那么又出现那个阳线 所以的话 我在6的上方一个tick 就是挂了一个buy stop order 也就是它如果往上一点点的话 我剩下的怎么样 我剩下的一半仓位 也是在这里去离场 所以我的另外一半就是在它的上方一个tick去离场了 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如果我不离场的话 这一笔就要倒亏了 所以前面两笔尝试去拿一个波段 这个是没有拿到 只能是赚一点点小钱 好 然后7是大阳线收在比较高的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我还是想去做空的 因为我们说 低开然后反弹到EMA附近形成一个双顶 或者形成一个wedge top 再向下反转 这个是低开的一个经典模式之一 我们也是做过专题讲解的 所以我当时还在想 有没有可能是可以往下去做空 然后看到9的时候呢 它是尝试继续空投 继续尝试向下去突破 但是失败了 然后收在非常高的位置 所以它是一个做多的信号 稍微标注一下 好 那么看到9的时候 我就在9的上方一个tick 挂了stop order去做多 也就是这里这个位置 我去挂单做多 然后下一笔就成交了 那么第10根k线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是第10根k线 它一度是涨到这里之后 它就回调的很深 几乎是回到回到底部了 所以在EMA就可以看到 在EMA20附近 它是有一个压力 也许会有一个双顶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当时是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就是在碰到EMA的时候 在这里的 就是正好碰到EMA的时候 我就止赢了 那么我当时是怎么样想的 就是它如果 第11根k线 如果最后能够收阳线的话 我就怎么样 buy the close 我就继续去追涨 用更高的价格 我也去追涨 因为如果它继续收阳线 这里就是连续三根阳线了 而且它收在EMA20以上的话 可能是一个always in long的行情 那我就继续追涨 如果它是十字星的话 我就不操作 如果它是像这样的阴线的话 我就要去做空了 为什么这里就是我们所讲的EMA附近的双顶 也就是我在这里就开始等待的这样可能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是期待它至少能够回到区间下沿 甚至能有一个向下的强势突破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在它的下方也就是这个K线的下面就成交了 成交了之后呢 第十二根K线勉勉强强还可以啊 也是一个小阴线 就是也不差吧 但是也不够好 我是希望看到它直接这样流畅跌下去是最好的 但是也没有问题 所以继续持有 然后第十三根K线就稍微有一点失望了 对不对它是收了一个阳线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是把止损放在这个上方的 所以就暂时还没有去离场啊 好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第十四根K线它是怎么走 它是一度是向下对吧 然后啊快速的向上 所以这个在时 然后我发 然后我想到什么 就是在这个时候啊 它就突破了十三的最高点的时候 我想到的关键点就是它这里是有可能是一个上涨趋势中的一个牛蹄 它只是一个小的回调啊 所以我的操作就是在它突破 这个是几啊 十三 十三这个小阳线最高点的一瞬间我是reverse了我的仓位 就是把这一笔啊做空的仓位瞬间变成做多 等于是止损后重新开仓做多啊 只不过是一笔完成的 然后我其实还是想加仓的 我甚至是想加仓再去做多 就是用两倍的仓位去做多 但是怎么样 它这根K线 它当时涨的实在是太快了 我在这边reverse了之后我想去按那个market order 就试驾买的按钮发现它已经涨得非常高 所以我就一犹豫 一犹豫它就涨得更高啊 我就没有能够啊 这个反应过来就没有能够及时的加仓 然后我们看这里是一个break up mode 这个也是我们做过专题去讲的 第一根K线的 就是第一根K线的最高和最低点 我们把它画出来 尝试向下突破失败 第11根K线尝试向上突破第一根K线的最高点 失败向下 所以它进入了一个break up mode 突破模式 那么突破模式一旦被突破 它大概率会去到一个measure move 也就是这里的位置 所以我开仓以后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止盈设在了这个一倍的地方 那么像这一个开盘的震荡区间 我们说trading range opening range比较小 它是五六到四九 可能只有七个点左右啊 所以啊 其实这个我设置的不好 因为如果只有七个点的话啊 就是就算翻一倍也只是14个点的波段 那如果今天有大波段的话 可能是远远超出的啊 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所以就挂在了这里 那么 等下一根K线涨到这里的时候 我反应过来了 我知道啊 这个measure move肯定是拦不住的 我想要去把这个就是做期货 他这里会有一个叉叉 就是这根线是我设置的limit order 卖出止盈的单子 我想去按这个叉叉把这个线把这个单子取消掉啊 但是就是已经来不及了 他已经打掉了这个止盈啊 就是我在这里就止盈到了 所以可以看到是在这里measure move up的时候啊 全部止盈了 就非常可惜卖飞了啊 不然的话 然后这一笔可能只赚了八九个点吧 连十个点都没到 我们说今天他后面还涨了不少 可能有将近30个点的波动啊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做好 这里是啊 这个这个大阳线实在是太surprise了啊 就是太惊讶了 太惊喜了 没有反应过来啊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还持有的话 可以去这样去看 就是把这个measure move 再把它往上延伸 他有可能会去到 我们说这是一这是一倍的measure move 有可能会去到两倍甚至三倍啊 这里肯定是一个always in long 但是我们看这里他有一点点parabolic 就是有一点抛护性的感觉了 把他的高点全部连起来 我们会发现他这个是怎么样 越来越陡峭啊 高点这个连线之间的斜率越来越大 所以他是一个抛物线上涨 已经有by climax 但是我们说啊这个这个时候 我有想过啊 我有想过在15的收盘去做空啊 我知道这里他大概是不能持续的 就算他继续涨 他大概率也是会先回调一下 但是我忍住了 因为我自己在视频里一直讲什么 不要去轻易的左侧做空啊 尽管我这里知道我是大概率可以赚钱 但是我没有去做 我忍住了 也就是说我想给大家展示的就是 我自己平时讲的东西 我自己也是想办法在执行的 并不是说我讲一套做一套啊 所以我我真的很想在这里去做空啊 然后下一根k线 我其实可以赚钱的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啊 忍住了 然后我卖飞了之后 其实我在找机会再去做多对吧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非常强的上涨趋势 它大概率还会有second leg 甚至third leg啊 第二段甚至第三段继续涨 然后是在哪里啊 然后是在这里我都一直没有做 我再观察 这里是肯定不能做空的啊 做空就是你除非在这里去scalp 对吧 然后转了就跑啊 但是你希望它有一个大的反转 需要看到很强很大的阴线 至少再来一两根这样的 像第16号k线这样的 不然的话像20这么小的阴线 它是不太适合作为做空线2k的 尽管它是一个双顶或者怎么样 但是不好 我是到22的上方 我是在22的上方挂了stop order去做多 但是这里因为已经非常高的位置了 而且很接近 我稍微写一下这是measure move 我不用写 因为我在那个啊 我的复盘里面有写到这里是breakout mode BOM的一倍measure move 两倍measure move 然后它这里已经非常接近两倍measure move 所以我是这里做多 然后收盘我就去止盈了 就是赚一笔快钱 因为这里越往上风险非常的大 它很可能会有一个很快的回撤啊 所以这里其实就是硬着头皮去追涨 因为这里卖飞了嘛 所以硬着头皮追了一小笔 24回调 然后啊 它的那个25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大阳线 收在最高 这个时候它就是连续的抢购高潮了 by climax 因为我说15是by climax 而23也是 然后25也是 它是连续的by climax 然后它又怎么样 又有一个啊 加速上涨 parabolic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啊 它这个啊 不管是抢购高潮 还是抛售高潮 它有可能是连续的啊 在它就是如果你要左侧扛的话 可能会扛很久 所以的话 尽量不要去冒这个风险 但是看到25的时候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给大家看我从25啊 比较差没有说是连续性 这就导致了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通道式的感觉 然后啊 有可能它会有一个比较深的回调 就是这个上涨趋势 它没有办法持续太久了 如果它是这两根k线 大阳线是连续 然后后面是收小阳线 或者十字星 就会比这样的情况好很多啊 然后这里就滞涨了以后 28是一个啊 尝试向下 但是又被买回来了 这么强的上涨趋势 对吧 肯定有很多多头在买啊 然后29又是阴线 说的最低 所以没有问题 后面震荡了很久 震荡了非常久 这几根k线都在震荡之后 我是认为30的下方 这看作一个牛旗的话 对不对 30的下方可能会有多头去买啊 所以我是在30的下方 我就把我这个啊 两笔空单 其实都很小的仓位啊 都只赢了 就是只赚了一点点钱 啊 因为为什么我会认为 它后面可能会继续涨呢 就是因为它这里有很多的gap 在9的高点被突破之后啊 18没有完全回踩9的高点 然后呢 在 啊这个是15对不对 15的最高点被突破的时候啊 被突破以后24没有完全回踩15的高点 然后这个地方 啊又没有完全回踩 所以上涨趋势中连续的这样的有缺口啊 表明多头非常的强势非常的强劲 那么空头是赚不了一点钱啊 赚不到一点钱的话 他们啊就明显的是多头很强啊 空头很弱 所以我认为这个趋势还会继续的延续 但是这一笔说实话呢 是可以啊拿的久一点的就是我可以拿到 比如说把这个缺口补掉 对不对 回到这个23的高点我在这里指引或者回到EMA附近去指引也是可以的啊 这里做的不是特别好啊 这里做的不是特别好啊 当然上帝视角看的话我应该坚定持有甚至盈利加仓啊一直拿到很下面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啊没有做到没有能够做到的一笔交易啊 然后我就是按照刚才的思路 我还在这个EMA的地方去挂单做多了 用看阴线阳线大阴线十字心 他的follows又不是很好 所以我当时就是怎么样呢 我就是在 这两个缺口就是补掉了 我们就先把它擦掉 我当时是在二十三十二的低点 同时也是EMA上方一点点去做多了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成交了 好 然后又有一个 小阳线 那么这里是一反弹二反弹三啊 他是一个三推的写行 然后我们看他的我们说他的follows又比较差 所以我当时依然认为啊 他只是一个怎么样 是一个回调 他大概率还是会测试前期的高点 但是我们说他虽然是一个三推的楔形 这个楔形并不是特别的好 为什么 因为他当中并没有特别多的重叠部分 然后阴线的体积比较大 阳线的体积比较小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我虽然做了 但是我时刻在警惕 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胜率可能没有那么高啊 我就是因为这根k线虽然很小 但是他走了足足五分钟啊 他就在这里一直几乎没什么动 所以这个五分钟我就一直在思考 可以想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然后当我看到36又是一个阴线收在最低 而且我们看34和36他的收盘 甚至35虽然是个阳线 但是他的收盘都在EMA20的下方 这是一个很强的上涨趋势 但是他被突破EMA之后 没有能够回到均线上方 而是连续的收在EMA下方 36又是一个做空信号 可以收在最低的一个阴线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不妙了 感觉到不妙了 我就在想要止损离场了 所以在37这个大阴线出来的一瞬间 我就reverse了我这个多头的仓位 然后加仓double down 用双对的仓位去做空 然后运气比较好 是止盈在比较低的位置 那么这一笔亏损了 但是我这里赚的钱可能是这一笔亏损的三倍以上 这里是强行去做了 那么很可惜 就是假如我之前的空单能够坚定持有的话 可以赚很多很多钱 对不对 那现在就只能是做多反而失败 失败后还好就是双倍去做空又赚了 所以总的来说今天还是赚了不少钱的 虽然说并没有上涨的波段 我也没有完全的拿到 这里只拿了一小部分 然后这里又拿了一小段 很多地方都没有拿到 然后下跌也是只有这里一小段 然后这里做多还亏了一部分 然后这里做空 所以总的来说做的也不是特别的好 可以看到 其实是我和我自己的操作 和我自己复盘出来的东西 它是天差地别 就是我复盘出来的东西 我真正能做到的可能只有一半都不到 甚至只有30%到40 但是就是也没有特别差 至少我也是可以稳定盈利 但是确实有非常非常多值得去 再去学习再去进步的地方 这个真的是没有止境的东西 我也是需要每天不断的去总结 为什么我做的不好 哪里做的不好 然后不断的去进步 好 然后这个时候 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sell climax了 因为对吧 它是抛物线了 越跌越快越跌越快 但是我们看左边 哦对 我有一个东西想想给大家看 稍微等一下 这是我我做的这个parabolic wedge的PPT 客舰图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抛物线斜行顶之后 它其实有比较也不是比较大吧 通很很通常 很经常会有一个endless pullback 就是无尽的回调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开始看上去 它好像只是回调 但是它不断的回调 其实就是反转了 那么今天也是一样 就是你发现这个非常极端的行情 这样连续的抢购高潮 抛物线上涨 它后面确实就容易出现 这样一个很深 很快的这样一个回调 这里是一个窄通道 对不对 虽然我们说它的这个连续性不好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它每次的这个反弹 持续的时间很短幅度很小 它是紧贴着趋势线 向下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所以暂时来说是不能做多的 尽管它看上去好像是 已经是加速下下跌了 然后我们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 就是这个昨天也有人评论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说它是一个三推先行 这个是五分钟K 一反弹二反弹三 那么我不需要去看一分钟 也知道它在一分钟是什么样的 我不需要看一分钟 也知道它在 它在一分钟是一反弹二反弹三 所以这个是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 就是你看到一个时间周期 你需要知道它更小级别是怎么样 更大级别是怎么样 那么我们这里看到五分钟级别 它是一个下降的窄通道 对不对 每次的这个刚才定已经讲过了 是一个下降的窄通道 那么我们去大级别看 比如说去15分钟看 它就是一个怎么连续大阴线 收在低位的一个突破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行情是绝对不能做多的 对不对 只能做空不能做多 如果你觉得这里风险太大了 已经加速下跌了 那你就保持flat 就是不做多也不做空 就等待 或者就不做了 把电脑一关 但是是做多是不太好的 所以需要知道 有人说要不要来回切换 切换更小的时间 切换更大的时间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你看一个图就能知道 大概它更小 和更大是什么样子 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去掌握的能力 所以always in short 稍微打一下 不用打 我想起来了 这个我的这个复盘里都写着了 无尽的回调 andless pullback 是窄通道 是窄通道 有非常多的gap 就是它每次突破以后 怎么样 并没有去回踩前面的这个突破点 并没有去回测前面的突破点 比如说这里就是一个gap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gap 就表示是什么 反而是空头有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只能做空不能做多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wedge 这个我们说它不是一个好的wedge 然后它尝试向上反转失败之后 会达到这个measure move 第41根k线就几乎达到了measure move 然后向上反转 这里能不能做多呢 窄通道 窄通道即使它被突破 我们说这是一个窄通道 就为了时间 我就不画的很标准了 它即使被突破第一次怎么样 向上反转的尝试 也大概率是失败的 所以如果要在40的地方 就是在41的上方去做多的话 你必须要用很小的仓位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继续跌 而且我们说 这个它有可能会跌得很深 对不对 完全反转 所以即使要做 也是用非常小的仓位 然后你要愿意去逢低加仓 然后在一个好的二次的入场点 再把仓位加上去去做这样一个反转 直接在这里做做多 并且把止损放在这下面 是不是很好的一个设置 因为它直接这样反转上去的概率并不高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43这个大银线 非常的惊人 当时我是没有做的 但是这种k线出来的时候把我惊呆了 它是非常非常快速的这样一个下跌 好像是要有什么大事情 但其实没什么大事情 这就是一个这个非常强的卖空而已 但是这根k线它确实是sell climax 这个确实是抛售高潮了 而且也是连续的怎么样抛售高潮 大阴线大阴线 所以看到强购高潮抛售高潮 它真的有可能是连续的 不请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左侧加仓 除非你愿意把止损放的很大 你用非常非常小的仓位 然后把止损放的很大 在下面去加仓 那么才是可以 但是我也不建议大部分人去这样做 那么这个之后可以判断它大概率是要震荡了 因为我们说什么 90%的就是如果一个开盘 不管是它上涨还是下跌 它这个趋势如果幅度特别大 特别强的话 即使它被完全反转了 90%的情况 它不会超过开盘价太多的 也就是说这个低点被成功跌破 然后走的很远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只有10%的时候 而且通常是有一些什么事件 有一些突发事件 或者是比如说美联储利率决议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才会有这种比较极端的行情 因此我们说这一天的行情 大涨大跌对吧 big up big down big confusion 更多的后面是一个震荡行情 所以后面就是大家是去赚快钱 这样一个走法 下方在这在这个下方 大概率是买盘要多于卖盘的 空投去止盈 然后多投入场 抢反弹 愿意在这里追空的人是非常少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不适合再追空了 如果一定要空的话 等它反弹起来 比如说反弹到EMA附近 再去做空 而且做空你也只能拿一个小波段 因为向下的空间比较有限了 所以这里可以期待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震荡或者是TBTL的反弹 有没有可能像这里下来一样 然后又立刻反转上去呢 也许有可能 那样的话就非常刺激了 对不对 到EMA附近开始纠结 上不去下来 空投希望有一个second leg down 至少去测试前期的低点 这里就是完全是一个震荡行情 都是limit order 计算机在高抛DC 去赚这么一两个点的scalp的利润 普通交易者就不应该参与这样的行情了 要不就是在这个上方等的去卖空 要不就是在这下方等人去做多 去赚一个这样小的一个 也是scalp 但是就是比这个要大很多 好 61它是一个做多信号 可能因为它一度是向下 尝试向下突破 但是后来完全收了上来 说在比较高的位置 这里又有一个双底的形态 就是46和61形成了一个双底 那么可以尝试在这上方去做多 如果是回到正当区间上沿的话 可以止盈 那么这里也是小仓位 为什么 因为它有可能再向下 再向下的话你可以想办法去加仓 因为我们说它这里向下突破的概率也不大了 可以在逢低再加仓 那么回来的时候还是可以赚钱 所以这里还是小仓位 还是小仓位 可以大阳线向上 后面其实行情就比较的简单了 它就是一个我们就节省时间 就不逐根K线分析了 是一个震荡 或者说它是一个比较平的这样一个上涨通道 那么多空可以在上下沿去scalp 去赚快钱 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行情了 那么今天大概就是这样 我讲的比较的详细 因为今天我自己也是从开盘 然后做到下午 几乎是这个位置了 就只有最后一段时间没有怎么参与 这里我是做多 做了一个小的scalp 就赚了一点点钱 然后基本上主要的 主要的就是这些 那么做的也不好 有很多就是波段 这么好的两个波段都没有抓住 49到77 有28个点对不对 今天有28个点的波动 那么至少说我们抓15到20个点是应该的 但是我最多只有10个点左右的利润 所以也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多的进步 明天早晨好像是有一个GDP 还是一个什么数据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跳空缺口 或者说开盘会有来回的反转 可能比较的难操作 那么大家可以选择观望 也可以选择去清仓的练习 还是那句话 不会的行情就不要做 对不对 不亏就是赚钱 因为80%的人都在亏钱 所以你不亏钱就已经是 前20%的高手了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 我们明天视频再见 拜拜